在这个多元的社会里面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怪癖 有些人喜欢闻汽油的味道 新书的味道 纸袋的味道 跟猫咪的味道 而以上的味道 我通通都可以 怎么鬼 小时候在发新课本的时候 大家都在看课本的内容 想要赶快看看这学期 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学习 而我 则是一本一本拿起来爆戏一波 吸到隔壁的女同学 直接用看怪胎的眼光看着我 老师 不好意思 我什么汪汪汪汪汪 但这还是没有办法制止我 享受游墨的味道 不懂得享受书香 是我把爱上读书的 你看起来就是个怪胎而已啊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开始渐渐发现 有些味道也能让我 进入舒服的境界 例如说汽油味 小时候妈妈带着我去加油的时候 我只要引起过加油站 就会深深地吸一口气 啊 你干嘛突然吸那么大一口气啊 啊 车子里面太闷 我深呼吸而已啦 我除不知我实在深深地吸爆 汽油的味道 而除了味道 还有一种东西对我来说 也非常的敏感 那就是声音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一些声音 特别的敏感 有些人可能会怕摩擦黑板的声音 或是摩擦气球的声音 而对我来说 我最怕的就是钢支物敲击的声音 当病的时候 大家都是用钢筷钢瓦在吃饭 而我因为实在太恐惧这个声音 第一次边吃饭边流下眼泪 阿旧你还好吗 你是不是想家了 哦 可以麻烦你换竹筷子吗 撒小 而除了恐惧的声音 当然也有爱不适合的声音 例如说流水声 挖耳朵的声音 或是吃东西的声音 而我本人就是所谓的 声音控 YouTube上面有非常多ASNR的影片 而我还特别分门别类 哪一种场合要听哪一种声音 例如说 吃饭的时候要听吃东西的声音 这可以让你更有食欲 睡觉的时候要听流水声 这可以让你沉浸自己 压力大的时候 可以听挖耳朵的声音 这可以让你炉内高潮 上啦 所以有些朋友都问我说 阿旧 你工作都在听什么啊 流行音乐吗 哦 不是 我都听 挖耳朵跟对耳朵吹气的声音 什么意思 原本以为我就是会被这种物体的声音所吸引的我 在即将脱离二开头人生的时候 发现有一种声音 竟然可以让人瞬间感到贪软舒服 那就是 低沉男人的声音 先说我不是变态 我的意思是指 好我摆不出来 就是一种低沉的嗓音 有些动画里面 可能男主角犯错了 被女主角抱怨 但是男主角天生有性感的嗓音 就瞬间被原谅 你每次都口口声声说爱我 但是你有指出对不起我的事情 够了 我受够了 我们分手吧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的脸了 但是 我的声音 很好听 多讲一点 才没有这种剧情好吗 就是那个时候我发现 原来一个人只是讲话 也可以让人奴内高潮 因为我本身的声音是比较高的 曾经我也想测试说 我是不是也能发出这种低沉的嗓音 我就找了学长测试 学长 今天早餐要吃什么 我刚刚在梦里吐了 杀小啦 真是羡慕那些天生有性感嗓音的男人 而就在某一天 我朋友推荐给我了一部手机游戏 阿啾阿啾 干嘛 我听说你是变态声音控 这里推荐一个游戏给你 因为它是多余的 未定事件簿 未定事件簿 这是什么游 你是一本深奥又精妙的法典 值得我用医生钻研 身体倒是有很大的反应呢 不得了了 我瞬间脑子里面都是这些声音 就如他们在我的耳边一样对我说着 别怕 我只想看清你的心 再多看一点 你是一本深奥又精妙的法典 值得我用医生钻研 快 会有你的钻研我 我也有解不开的谜题啊 比如说 你 我全身解开给你看 先不要 哼 你好像会错译了 我从没把你当过姐姐 从来没有 那你当我男朋友 哼 未定事件簿 还真是厉害啊 变态声音控 不要吵 你也是对声音敏感的人吗 听得低层的声音 也会让你颅内高潮吗 那就千万别错过这款 未定事件簿 学长 今天早餐要吃什么 学长 今天早餐 这 学长 今天早餐 要吃什么 学长 今天早餐 要吃什么 学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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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